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一军 带您看到在乌俄战争之下的国际情势 各国与俄的距离都被拿来用放大镜检视 而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就特别点名了 一个国家在反俄的立场上面摇摆不定 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可以看到拜登表示 印度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件事上面的回应不够坚定 而这样的作为在美国的盟友中是一个例外 除了被拜登特别点名 印度其实也是目前四方安全对话联盟当中 还持续在跟俄罗斯购买石油的国家 那么拜登口中说的这个例外的国家印度 究竟为何不敢跟着国际浪潮一起谴责俄罗斯 甚至还继续跟俄国维持着异常亲密的往来关系呢 带您继续听专家观点 沃尔战争掀起全球对俄国的空前制裁 不过一向跟俄国关系密切的印度选择保持中立立场 却遭到盟友批评 其实印度的背后考量是这个 印度跟俄国它不仅有经济上的密切的关系 它还有军事上的军备的供应的关系 所以要印度去加入就是谴责俄国的行列 对于印度来说它本身的成本是很大的 印度在这场战争里面的角色 它其实是非常被动的 这件事情我相信就算它没有跟俄罗斯有这么深的关系 它也不是很容易这样做的 因为它本身的利益并不在东欧并不在欧洲 这不是它的核心利益 所以它更关切的还是它在印太 尤其是南亚区域的势力会不会受到影响 印度极力避免选边站 因为俄国就是它最大的军备公益国 不过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 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中 只剩印度还继续跟俄罗斯维持贸易关系 印度不愿意加入谴责 其实还有一层中国因素 中国在这个病恶关系里面 其实是扮演一种角色 病度它不愿意跟俄国打破关系 或者说完全恶化他们的关系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它会很担心 如果今天孤立了俄国 那么俄国没有其他选择 它只能寻求中国当它的伙伴 那么如果说中国跟俄国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的话 这件事情其实对印度来讲是不利的 加在美俄两强之间 印度的中立立场没有动摇 恐怕会因此影响美国的制裁力道 最显著的影响就是美国制裁的力道 是不是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其实美国最在意的就是 印度Cinex还是持续的在购买俄国的能源 购买俄国的能源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交易 就是商业交易 但其实这里就给了俄国一个继续打仗的本钱 这是美国不愿意见到 但是目前来说呢 还没有看到印度它有意愿在这个问题上面让步 印度节目不表态 学者解读 拜登政府将会选择冷处理 还是采取强硬态度 将会是下一个关注重点 记者李月琪采访报道 国际间纷纷联手来制裁俄国的侵略行径 尽管如此 印度至今仍然是踩在模糊地带 不愿意明确谴责俄罗斯 可以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出访印度拜访了总理莫迪 趁着这次的会面 他也当面劝印度应该要对俄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不过从印度仍然不愿意松口表态的做法来看 岸田这趟的目的似乎是再次失败了 对于这个出访无功而返 日本媒体时事通讯社也分析 这是因为印俄之间有着无法切断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在对俄国的制裁上面 很难跟欧美国家采取相同的步调 那么截至目前印度仍然为了利益 持续跟俄国密切往来 再加上在国际间采取暧昧不明的做法 最终会不会造成四方联盟间的关系破裂 甚至是被各国打为俄国的同路人 这些恐怕也是印度才在模糊地带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 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 下午订阅 你难过